這個節奏變化 應該是及時做到人慢我慢 好像剛才的球 出手很快 其實球在空中是很慢的 那如何處理好這個節奏 還有眼睛要看定球 不要眼睛離開球的範圍 4比2,現時比分 碟壓拿領先 有數 1 2 5 2 2 3 現時的節奏基本上可以說 大局比分3比1領先 細分亦是7比3領先 可以說是控制到整場的局面 所謂控制到局面是自己怎樣打 就怎樣會按照自己的方式打 球就順利一些 所以在11分比賽裏面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不可以說1分2分計量太多 局面這個大場可以控制得到 贏面就大了 8比4 協鴨娜領先 節奏要放慢一點也沒問題 因為局數領先3比1 美國球8比8分 沒什麼信心的看來這個道具 表情看來這個道具 真的 很想做得更好 但是有時候會怪自己 客觀的因素 我覺得他會影響更多 所以客觀就影響到自己本身的因素了 又看看板子 那些 固定一下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更加有幫助 10比6 這一次 練習 1 1 1 2 2 1 3 情緒也很講究 如何在哪個狀態裏面 發揮自己最好的技術 和自己看晚鏡 這個球也是 沒什麼信心的 刮完之後跟著 反轉也打了 4比1 祝賀你 在這場比賽裏面 我覺得你 稻福會幫助你少少忙 下船 11分比賽 高低 不相差得很遠 很容易就失兩分 8比8 詩賀你從過往成績看 羅馬尼亞的森貝亞和黃藍 其實是差了一段距離 因為以往在巡迴賽 最多拿女子單打的第三名 其餘的獎項不多 歐洲的女子球員 練習的對手不多 習近的時候對手不多 所以她們的成績 一定是沒有中國球員那麼好 但為什麼這麼奇怪 她今天黃藍打得這麼緊 現在領先是9比8 一開始黃藍 我覺得她有一點點手緊 手緊 這些出手了 一點都不阻止 有一點緊張 對 9比9 也有些壓力 因為中國球隊 今年的目標 擺明要拿四面的金牌 而這次黃藍三賽 也可以說是為演戰 上一屆奧運 分別拿過女單和女商的冠軍 包攬兩金 10比9 折發頭高 失神 選輸一局 好 第一局 中國的黃藍 就是以9比11 輸了給羅馬尼亞的新費亞 立馬尼亞 4比7 我覺得黃藍第一局 真是胡理胡桃 就輸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二局上來 還沒有很投入比賽的狀態 在打法方面 就是一路打一路退 退桌比較多 但是黃藍有個特點就是 越緊張 那球就越冷靜 希望他能夠從後趕上 還是五比八六效的 看看 挑起他先 都是要 都是退桌 比較 移動一些 幸好他正反手的功 都是很順 現在好像覺得出手 各方面又好很多 6比8 黃藍發球 在側身位 發個短球 碰網 重發 側身位發球 短球先 放回反手 再推反手 變了先 好球 壓著反手 變正手 這段時間似乎好一點 連追幾分 七比八 落後 出發球 好球 這個球 桌內球 不能彈 入桌 一撥 撥到他反手 無遮掌 發球 仁愛成 雖然這個鏡頭的角度 有時看不到他落了什麼 旋轉 把身遮住 但大家都猜到他怎麼打 現在的黃藍的戰術很清晰 壓著羅馬尼亞選手的反手 然後有機會就打到中間 我剛才看見他 剛才開兩個球 都是開得很急 不然很速 也很好 好 大家就轉位了 一比一局數 七局四勝制 黃藍先發球 側身在發球 這個球發得短一點 出桌與不出桌之間的球是最難接的 短球 這個下船 想插回黃藍的正手 插在網上 快插一個 這個接法球要判斷得很清楚 然後用自己的力 加些力去接球就比較穩陣 撥回去反手 現在黃藍的節奏是帶著他 對 控制住他 我看到羅馬尼亞的選手 森肺雅似乎開始 無法適應黃藍的開球 剛才連失了兩分 第一局黃藍的發球 主要發球落點 不太長 讓他搶功在先 現在這一局黃藍就有了準備 等他撥過來的時候 然後再快帶打回去 5比0先 好漂亮 左來左來右來 兩條斜先 好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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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轉了大球之後 對高水平的球員打球 就來回的板數是多了很多 速度慢了 好 遙遙領先 我很欣賞黃藍的局局 他就要切發球 都知道對方大概落什麼位 看到了那些位 看到路 插回中間 好穩陣 好穩陣 他這個 好穩陣 偷過急球 搶功 十幾零 這個球 你說得對 不單是急球 還是很急出台外面 突然開個長球 好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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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打11比0 黃藍剛才都在比賽 但是不能放太多 再給多分 10比2 這個球落網 黃藍第三局贏 11比2 大比數 局數是領先的 是2比1 回來再看 第四局的比賽 看完這個慢動作 自己亦都快力 這個羅馬尼亞的森肺亞 擺上來 反手和正手 有沒有特點的情況 哪個板比較好 反手比較快 是嗎 因為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我又不敢說 我覺得他的反手 壓回球是不錯的 但正手的板 控制得不好 在這個時候 黃藍認為比較關鍵的時候 或者是蔡蔡華教練 所以他拿過暫停 因為他第四局 這一局贏了 就穩陣很多 但這一局輸 2比2的情況 氣氛各方面都比較緊張 所以教練在這個時候 就拿過暫停 看到前三局的比分 心肺亞首先領先 11比9 2、3局都是黃藍贏的 11比8 11比2 現在第四局 因為前面的情況 黃藍的比分 是被他追緊的 插分個短球 插個場的 這個節奏 處理得好 先叫他進來 然後再插個場的 逼他出去 來不及 多贏一分 發球 發個反手長球 撥他 這個球 黃藍打比賽的時候 好多的球 都是控板邊的 又多 第二球 發個中間的球 撥他反手 好弱 先發個中間 引他用反手接腳之後 再打他的反手 打他出去 9比7 黃藍贏先 又插個反手長 長那頭 這個上旋球 挑了出界 沒有勢 沒有球 射球 反手打回電球 再撥他沒有力 大力打他的反手 都是打著反手 好球 好球 又削了一些反 打出界 兩個都打得很好 兩個都打得很好 在這個過程中 黃藍似乎被動一點 主要是退了桌 而這個森肺亞 一直在近桌 對 對 很感激 對 在這次 有些人 在一位 打得 他們 都會 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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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